我覺得是要說話前要想一想 剛開始時,嘴巴的腦袋就不小心說出來 但在問我問題前要想一想 很多小朋友都會幻想自己是港姐 然後會兼職的那些陪營 在繞長一周 慢慢長大到後,就將這件事淡黃了 直到媽媽又提醒 她說這幾年有選港姐 不如你試試 其實她由18歲廣到現在21歲 才開始去做 因為18歲的時候就會覺得玩久一點 又不想去工作 但今年,在機緣巧合之下 而且因為我還沒有找到英討 所以這個暑假是沒有工作 又不可以出去 不如試一下 其實當初我的心態 都是在想玩一下 我經常想流到越南 可以去旅程後再淘汰我 之後就沒有想過走多久 命運就是這樣 我覺得仍未很熟悉這個環境 跟我小時候看的娛樂圈是有點不同 可能當你自己置身其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原來是這樣的做法 可能你看看幕前好像很開心 很光鮮亮麗 其實背後要做的事情都很多 我的心目歷程都好像過山車 可能在選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些聲音不好聽就行了 但其實到中間越來越多 可能不喜歡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人都會有點倒下 都會有點不開心 但我覺得整個過程 都是要學習怎樣去匹復這些聲音 任何一行都是 會有人不喜歡你 有人喜歡你 你要將別人對你的不喜歡 化成一個動力 那怎樣才能做到這件事呢 又怎樣將別人喜歡 成為一個你的鼓勵呢 這個我覺得是要去學習的一件事 有很多前輩都有說過 其實我們整個生涯 都是在學習怎樣找一個平衡點 怎樣去處理 無論人際關係也好 或者外面的聲音也好 都是要有一個平衡的位置 其實我是沒有一個特別好的方法去 可能有些人會做運動 有些人會唱歌 但是我去書法就是忘記他 就是睡一覺 明天是一個很好的日天 但是長期下來 忘記他的話 就會有一個益在心裡 會很壓抑 所以其實也有跟朋友商量過 還有問一下親戚 到底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壓抑的感覺 他們都說 多些跟別人聊聊天 講一下內心的想法 其實會好些 因為始終又是一個新人 又甚麼都不懂 然後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因為我個人比較直 有時候說話就會很直出來 這樣就不太好 有時候要學會怎樣修飾一下 我會說話比較直 但是又不會是貶義的那種直 可能你問我做這個好不好 我就會說 都可以的 不過可以怎樣怎樣 就是會給予一些意見 我覺得是要說話前 要想一想 之前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說話 嘴巴發覺腦 就不小心說出來 但是現在就會 可能你問我問題之前 我就要想一想 這樣答得不好呢 或者是怎樣答得好些 可能跟大家說 就是 不是公司不給我工作 是因為 的確 你要怎樣去 將工作和學業 有個平衡 其實很難 所以我自己也有說 少點工作會好些 因為其實我已經畢業了 還有半年左右 那我就覺得 不如專注多半年學業 有個漂亮點的GPA 之後再專心工作會好些 就算了 你應該要脫下 就算了 你應該要脫下 沒有 你應該要脫下 沒想到 你應該會